作画呢就像喝一杯咖啡一样 我相信喝咖啡的时候没有说 一杯咖啡来一口把它干掉 大部分呢你们会欣赏一下 咖啡上面的泡泡 它有一些图案 有时候呢它的香味呢特别香 你就会拿来稍微闻一下 试着去回味跟以前所喝过的咖啡 有哪些对等的味道 还也许勾起某些回忆 花花也一样 在我们准备它的时候呢 我们慢慢的慢慢的进入这个画布 也靠近了这个照片 任何一个时刻呢 我们都跟品尝咖啡一样 我们坐下来 我们想一想 我们看看画布的大小 我们看看光线 然后呢拿一支笔 我们左右的打亮着 这样的照片呢 能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横着看看 直的看看 然后在交叉点找到的时候呢 精确的去描述 这个点未来在画布上会是什么一个位置 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想法 仿佛呢你看到这个湖面呢 它有一阵风吹过 你感觉到那个风带起了一片片的湿气 就好像你闻到咖啡的香味 然后呢 你左边看看 把味道带进去 我如何把这样的色彩带进去 琢磨再琢磨 这就是画画之前的准备的动作 也许呢 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实际上呢 它等同于我们真正做画的时间 每一次做画 我们都花了相同的时间在琢磨 当我们完成了一部分的色彩了以后 我们开始要把它放到更大的位置上 于是呢 把画画的平台往前推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爬上平台呢 就画更高的位置 刚才的想法呢 刚才的香味 刚才湖面上的水 它的风 我们一样要把它带进去 所以呢 我们就一样的方式呢 去思考我们整体的观念 把这些观念呢 慢慢慢慢的堆叠起来 放在一张 200公分高 一百七十公分长 宽的一个画布上 这样的面积呢 其实对我们在很近距离做画的时候 我们根本是看不到的 只能用观念放进去 每一个观念呢 慢慢慢慢的堆叠 无论我们用的是色彩 或者是明度 或者是H 我们让这些色彩呢 在画布上的流动 或者让它堆叠 或者让它有明显的交接 慢慢的呢 我们走到了湖面的深处 这个众生的深度 让我们更想让这个风吹过湖水 带来凉凉的感觉 于是 我们想 怎么样把远的感觉放进去 怎么样把风的感觉放到树林里面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画里面有一阵风吹出来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最后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真的是比照片多了些什么 或者是我们省略了些什么 就是那一些人 增长大导 布上 我去